我叫莫凡 是一名初三学生 刚刚结束的中考 让我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 并不因为我是一个彻偷彻尾的学渣 而是考试内容 尼玛是魔法 回家回家 考完了 终于好了 走啊走啊走啊 就因为我三个月前 带着这个坠子在后山睡了一觉 于是 一切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周围的人全在探论魔法 哟 那不是莫凡吗 这家伙还提前叫卷呢 我看啊是连题目都看不太懂吧 别说 这次考试真的挺难的 最后一提 那什么光系初阶魔法七种妙用 我就没劝不回答上来 哎 木白 你成绩那么好 一定已经完美解答了吧 这都是魔法基础理论考试 拿一张入魔法高中的录取通知书而已 关键还是魔法觉醒成为什么系的法师 当然 没考上的人 这辈子是没希望成为法师了 木白你那么厉害 又是来自冰系世家的牧师家族 肯定觉醒的是冰系吧 哎 冰系强啊 我也特别想能觉醒冰系 火系更强吧 可惜觉醒的概率好低的 不过我听说有一个系最强 爸 您怎么来了 来接你啊 魔法考试考得怎么样啊 哎 一塌糊涂 我才学了三个月魔法基础理论 就要我考九年玉武魔法教育的所有内容 能不一塌糊涂吗 哎 没事 我给你找了一份给隔壁城跑车的活 你广风叔叔会带你的 起步工资就挺不错的 一个月能拿个四五千 早点工作也不是什么坏事对吧 爸 我想读书 不 我想学魔法 我知道 学魔法才有前途 你心气高 不想做一个跟老爸一样跑车的 可你的成绩你自己也知道 离魔法高中分数线 怎么也差了个三四百分吧 我是真的想学 无论是原来的事件 还是魔法事件 我都不想做一个被人瞧不起 和碌碌无为的人 啊 既然你想学 那爸给你想法子 爸 谢谢您 我一定要成为一名至尊法师 出人头地 受人敬仰 好 咱们回家吧 哎 对了 凡哥 我们的小公主慕宁雪 从帝都回来了 早上那会儿 我看见她了 嗯 她可是越来越漂亮了 哦 嗯 凡哥 你怎么没反应啊 那有什么反应啊 嗯 凡哥 你等等我啊 凡哥 你怎么一点都不激动啊 啊 沐河老哥 就帮帮忙吧 求你了 我儿子能不能上魔法高中 不就是您一句话的事情吗 莫家兴啊 你儿子当年第二郎当不学好也就算了 可他居然把沐老爷沐卓云的掌上明珠给拐跑了 你觉得就凭这一点我还能帮你吗 那件事的确是我们家莫凡不懂事 不该这么闹着玩 好在后来也马上被带回来了 总算没出什么大事 大小姐也平安无事 所以无论如何 看在我为沐家服务这么多年的份上 就帮我最后一次吧 她是真心想学魔法 现在晚了 考不上就是考不上 你早知道有这一天 你当年就好好教育孩子多好啊 要不是我当年帮着你说话呀 你们早就卷铺该走人了 她那个没出息的小孩不懂就算了 可你这做父亲的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难道还不知道有些人 你们根本高喷不起吗 她是真的想做一个魔法师 母和老哥 只要你肯帮我这一次 我 我什么都能答应你 哦 这可是你说的 其实沐老爷早不希望你们住在这附近了 你知道 买个魔法高中录取资格可要不少钱 有钱还未必买得到 这样如果是你把房子递给我 我倒能考虑考虑 我家老房子给你们 房子简直就是垃圾 亏的是地产 嗯 好 这个世界哪里变了 还是一样的残酷 没有身份和地位的人 就连这种人摆布 莫凡啊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进魔法高中的事情啊 爸爸搞定了 来 我有一个老同学 现在正好在魔法高中当教导主任 我和他一说 他马上就答应了 你这次去了 可得好好学习啊 莫凡 爸爸相信你 哦 对了莫凡 你去了学校以后啊 我打算把房子租出去 反正 我跑车 心下也住校 你到高中 也可以住校 房子空着也是浪费嘛 那个 我听说大小姐回来了 爸 现在 我只是想好好地去魔法学院学习 以后啊 赚很多的钱 给你和心下花 还会买很多的房子 让你们挑着住 你儿子我一定会成为受人景仰的大魔法师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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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也好 烊jo 好 好 四十八号 莫凡 最后一个 raw 有的时候 好 好 Wind 凑后门进来的 你这狗腿子 这么阴魂不散呢 谁不知道 顿莫凡论成绩 是绝对考不上这里的 小心弄个觉醒失败 那丢人可就丢大了 宝哥 别理他 你肯定能觉醒一个很强的戏来 还很强的戏 能觉醒个最弱的光线 他就得去烧香拜佛 跪些祖宗了 和我们木白 那是没法比的 木白 你一会儿把右手 放在觉醒石上 不要有杂念 知道了 你是牧师家族的人吧 希望你可以觉醒兵戏 开始吧 是兵戏呀 木白果然是兵戏 你们觉醒后 该戏的天赋 会通过校徽上的星子来体现 正常人觉醒了某个戏后 徽章上的七颗星子 都是暗的 但你们看木白 他已经亮了一颗星 这说明 他的兵戏天赋 比寻常人更高 人长得帅 天赋又高 成绩还好 好羡慕 我也想觉醒兵戏 怎么又和这个喳喳 分到一个半了 不过也好 我这天赋正好让他无地自容 好了 接下来二号 其他人校徽上的星子都没有亮过一颗 好像快到我了 四十八号 莫凡 嘿嘿 原来他就是莫凡啊 我说是走后没劲 是啊 所以说 你们那些光系 水系的不用伤心 这不 电底的来了吗 好了 好了 你把右手放到觉醒时上来吧 不要紧张 手不要抖 不然是无法觉醒的 这就是查班进来的学生 但愿别真的觉醒失败啊 我这班主任会被笑的 来什么都好 哪怕来一个光系 千万不要什么都没有 千万不要紧张 奇怪 怎么是紫色 风是青色 水是蓝色 土是褐色 光是金色 火是红色 我靠 紫色是什么 雷系 是雷系 有人接见雷系啦 什么 雷系 雷系 她是雷系 雷系 快去看看 天哪 千万之一感觉都不到的 雷系竟然出现了 雷系 我看看 她真的是雷系 全校那么多学生 就只出了她一个雷系 好厉害 你什么火系最强 雷系一出 火系交科免账啊 我第一天都知道雷系 居然出了一个雷系 岂版版主任要发达了 天哪 不管怎么说 雷系是元素之手啊 好厉害 好厉害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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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雷系啊 让一下 让一下 别急 别急 让我 别急 这就是雷系啊 真是雷系啊 别急 走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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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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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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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千万之一感觉不到的雷系 竟然出现了 真的是雷系 好厉害 好厉害 全校那么多学生 就只出了她一个雷系 雷系 居然出了一个雷系 齐班班主任要发达了 不管怎么说 雷系是元素之手啊 好厉害 真有雷系啊 出雷系了 是吧 别急 别急 要往前撞了 雷系 那也走走 哎呀 卧了个去 人呢 我不会又穿越了吧 我到底是什么 奇怪 好热 好烫 什么情况 我不是已经觉醒完成了紫色系 怎么又多聚个红色 红色不是火系吗 天哪 难道说 我竟然觉醒了火和雷两个蟹 我说 这白痴怎么还站在那里啊 不会真的觉醒失败了吧 哈哈 那 什么 的确是火系 你做得非常好 莫凡同学 你觉醒了火系 火系 谁觉醒了火系 谁觉醒了火系 我靠不是吧 这家伙觉醒了火系 刚刚谁说他走后门的呀 是谁啊 是啊 怎么可能 火系 他怎么可能觉醒火系 凡哥 凡哥 你是火系 我们班一共才两个人全醒了火系 你竟然也是火系 你真是太厉害了 凡哥 你好棒啊 一个火系你们就有这样的反应了 老子果然是天才 又有双系的天才 紫色 紫色一定是雷系 千分之余概率都不到的雷系 他们要知道我之前还觉醒了雷系 那得是什么表情啊 不 既然他们没有看到 那我就先隐藏起来 等修炼大成再披死那些孙子 等着 都给我等着 我大莫凡翻山之日到了 他这是 莫凡 他怎么了 这是干嘛 这是干嘛 看见没有 这就是星辰 你们觉醒之后精神世界里就会存在 星辰里有七颗星子 他们会在星辰内随意地篡动 而如果你集中精神 用意念去控制他们 令他们一个一个静止下来 并连成这样一个星轨 这样就意味着魔法释放完成 这个过程也像是搭多米诺牌 一旦把控任何一个星子的环节出现错误 便要重头再来 所以必须一次性将七颗星子全部连在一起 穆白 你上来做个示范 来 你把控试试 嗯 老师 其实呢 我已经练习到第五课了 嗯 同学们 穆白是你们当中修炼最快的 你们看 他校灰上的星子亮了五颗 这说明 穆白他在自己练习的时候 其实已经完成过五颗星子连在一起了 同学们 你们只要能够做到一口气把控七颗 就能够出兵系魔法兵慢来 所以大家要以穆白做榜样 好好努力练习 穆白确实好厉害啊 我到现在也只有三颗呢 是啊 我到现在才两颗 我也才三颗呢 我们起步就比穆白少了一颗 这个把控看似简单 真做起来很难很难 不知道穆白是怎么做到的 我想跟大家强调一下 把控星子是有一定难度的 这和每个人的天赋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是需要靠我们的意念去控制每一颗星子 魔法学诈 至今才议课啊 你这是年度考核上要被劝退的节奏啊 可惜啊 你家便卖房子供你来魔法高中 你这狗嘴吐不住象牙的 关你什么事 神妃还不让说啊 我就爱说 怎么了 到现在才预课 我以为我两颗已经很差劲了 没想到莫凡你还给我们盯着底 真是谢谢你了 莫雷锋 凡哥 我们吃点甜品变货吧 好的好的 特别喜欢吃点的 好啊 会不会好吃 好好的 好好的 走走 好好的 算了 练习下把控吧 火系虽然才一颗 大雷系 怎么老是这最后一颗失败 离释放雷音就差那么一步了 实在是太可惜了 你也算不错了吧 嗯 先下 嗯 莫凡哥哥 怎么又是他们 莫凡哥哥 今天就算了吧 他们人多 人多 老大 我们这样不太好吧 我又没有欺负他 我给他选择了 要么做我女朋友 我把东西还给他 以后我还能接他放学 要么他自己过来拿喽 喵 就是 我们是很民主的流氓 不过 老大 你口味有点重哈 这姑娘 长得是好看漂亮 但她怎么也是那啥 你懂什么 我这叫品味 喂 嗯 你们这帮人杖 又跑来给妹妹出头啊 问题是 你以为你一个人 能对付我们四个吗 就他这小声吧 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他 哎 用不着跟他废话 直接糟缠一顿 我告诉你 我能看上你妹妹 那是你妹妹的福气 像她这样一个天生残疾 还那么不识趣 快给我滚 你要再给我这里碍事 信不信我让你今后陪你妹妹一起坐轮椅 算你识气 放心 虽然你妹妹不能走路 但我可以天天把她抱着 那软身子 哎哟哟哟 这一次 我一定可以做到 也必须做到 一颗 两颗 三颗 四颗 五颗 六颗 七颗 我说过 我要叫他残疾人 雷之力 雷 雷 她 她 她是法师 老大 老大他没反应啊 法师大人 饶命啊 饶命啊 我们永远不是他生 是我们狗眼看人的 我们 我们再也不敢了 法师大人 你饶过我们吧 我上有亲儿 下有老母 对 我上有老母 下有亲儿 法师大人 千万没有用雷电攻击我们啊 这他再也不敢了 不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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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滚 好好好 快走快走快走 把老大背上 背好了 快走快走 快走 饶命啊 快走快走 魔法 这就是雷系魔法 神夏 没事了 莫凡哥哥 你竟然可以释放魔法 真是太了不起了 那是当然 小意思 你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我已经可以顺利地掌握到五颗星子了 那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你算比较有资质的 只要这次你能表现好 我就想办法给你弄到星辰魔气 我一定努力 你们这次期末考试机会非常不错 大小姐也会亲自来 大小姐是以后的接班人 你自然也知道 让她注意赏识你有多少好处了 哪里 还得需要叔叔多提点了 对了 那个莫凡怎么样了 他呀 到现在为止一颗星子都不行 全班最差了 反正就是一个凡人 到时考得不好 就直接让他走人 叔叔 看来您到底还是一个好人 要是外面人才不会理他们呢 你爸爸为了供应上学不容易 和你姑父一起去跑车了 现在外面好可怕呀 听说已经有一些妖魔 在我们博城附近游荡了 你说我们这些普通人 没一点能力 这要碰上一只游荡的妖魔 命可就没了 世界并成的魔法 城市之外也栖息着痴人的妖魔 老爸这样跑车确实危险 果然我练雷席对火系也是有帮助的 这样下来应该比别人快很多 等等等等 莫凡哥哥 莫凡哥哥 姑妈叫我送点点心来 你怎么这么烫 是不是不舒服 没有没有 我就是刚才洗澡水有点烫 莫凡哥哥 真没想到 你可以这么短时间就可以练到雷印 不过 怎么了 你觉醒才半年 怎么就会出街雷印了 你 你是不是在外面接触黑叫亭了 什么黑叫亭啊 我们老师说 有一种可以让人快速修炼的邪叫 叫黑叫亭 你不会是 什么黑叫不黑叫的 我其实啊 早就觉醒了 只不过是私下觉醒的 对了 这事你可别说出去啊 大家都不知道的 好了好了 天黑了 你先睡觉去吧 确实我修炼得有些快了 万一有居心不良的人 说我是黑叫亭的 那就麻烦大了 看来雷系 还是作为王牌压箱底来用 在其他人面前 就只展露火系的力量 回头得告诉星下一声 让他不要把我有雷系的事情说出去 我也得尽快把火系修炼起来 也好通过学校的年度考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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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同学 你赶紧入座吧 已经晚了 大家好 我叫唐玥 从今天开始 是你们的魔法实践老师 我先问一下 咱们班有几个火系的学生 请站起来 魔法 你也好意思以火系自居吗 看看你的星子亮了几颗呀 怎么 怎么没动静 就是啊 这 这不会是虚招吧 这就是火系出阶魔法火姿 元素魔法中破坏力最强的魔法 好厉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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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姿 原来这就是火姿 简直是帅爆了 连接星轨 火姿 火姿现在只掌握到第五科 还有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 就要年度考核 虽然说年度考核 考的是平常名修士 获得的星辰魔能 但若是能够完成释放 那更能够惊吓牧 是那些人的狗眼 该死 魔能这么快就消耗干了 看来我星辰也不够强大呀 年度考核里 主要考的就是星辰强弱 星辰是一种可以感应你们星辰强弱的魔石 星辰内魔能越多 其焕发的光芒就越强烈 然后根据光芒进行评定 最低为D 最高为A 值得一提的是 评级在D的会被学校直接劝退 老师 那魔法释放呢 难道不考吗 考虑到绝大多数同学 要在一年的时间内 完成七颗星子很困难 所以释放只作为附加考试 但如果完成这附加考试的同学 可以直接进入尖子班 享受星辰魔气的待遇 哇 星辰魔气 是可以让修炼速度加快的魔具 我也想进尖子班 你七个星子都练习好了 没有 看来这星辰魔气是非我莫属了 同学们请听好了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魔法考核 也是检验大家努力的时候 我们有幸请来了荣誉教授穆教授 和被魔法大学破格录取的我们历届优秀学员穆宁学 他将为我们展示一下真正魔法的力量 接下来我们有请穆教授发言 同学们好 我很有幸来参加这次考核 同时来见证魔法学校下一代的接班人 哇 好漂亮啊 怎么有人可以冷得这么美 别去意义人家 他可是能够释放魔法的真正的兵法师 人家穆宁雪十五岁就被魔法学员破格录取了 什么样的男人才能配得上他 可恶 等一下就让你当着穆宁雪的面被学校劝退 看看你还有什么脸待在这个博城 好 好 谢谢穆教授的发言 接下来请穆宁雪为我们展示一下他的魔法 好厉害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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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紧张 但凡有稍微认真修炼 都不可能被劝退的 别怕 你要是被开除了 还有我 我养你 你担心什么呀 还有莫凡垫底呢 你先担心你自己吧 怎么了 又有你什么事啊 肃静 再说后的人就出去 直接开除 何宇 何宇 A 我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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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小侯 大 加油啊 小侯 喂 那个老师 我还想考一下释放 嗯 这不是 就这两下子 你还考释放呢 真是不要脸 没事的 你只是有些紧张 我相信你调整心态 是能够做到的 是唐佑老师 我会再努力的 木费 这个手 花生 S 啊 A 不是最高的吗 木败竟然是S 高处学校评级成绩 这应该是全校仅有的S吧 哼 不看看那是谁在考试 五白为我 学队寻本第一 不 学校第一 老师 我要考试放 大哥 宁雪 这就是我一直说的木白 条件各方面都挺不错的 你们都看看 你可以开始了 凭慢 释放平分 毕 我真的太厉害了 到底是木家的人 才一年时间就可以到现在这样 真是厉害 大哥 宁雪 你们觉得这孩子怎么样 宁雪 你觉得呢 还行 下一个 莫凡 咱们走吧 到前面看看 等等 再看看 也好 看看这小子砸锅卖铁 买进魔法学校后有什么长进 沐宁雪看到你在全校面前被赶出模仿学校 他一定会对你这个废物彻底失望的 不会吧 这莫凡当就要被劝退了 朱小张也在看着呢 班级里出了一个地平分的 我的奖金没了不说 还要被嘲笑一整年呢 我就没有看到比他光芒更弱的了 这肯定是地了 很不错嘛 一年了才学成这个样子 看来他和他老爸一样 比较适合做司机 而不是做魔法师 是 是啊 也枉费了莫家心用了那么大一笔钱 将他送到学校来 结果不学无术 莫家家门不信 家门不信 莫凡B 哇 这下回能够B是B啊 老大 厉害啊 哇 不会吧 这个店底的货竟然有B 怎么可能啊 我只不过是一个C 如果是B的话 就等于实力在班级平均水平之上了 没想到莫凡竟然深藏不入 心 心感时出问题了 不 不可能的 B而已 实力平平 不错不错 莫凡 有进步 成绩很不错 汤尉老师 你说呢 这不是莫凡的成绩 心感时有问题 我要求让这名学生重考 我刚刚就觉得奇怪 莫凡他怎么可能拿到B 就是 原来是心感时有问题啊 哈哈哈哈 看来他是逃不出地的命运了 唉 刚才吓死老子了 别啊 唐岳老师 学生能来魔法学校也不容易 好不容易拿了一个B也是可喜可贺 就算心感时有问题 睁一只眼B一只眼得了 成绩都出来了 唐岳老师 你是认真的 监督老师确实有申请重考的权利 但假如测试下来 心感时没有问题 你要负全责 我会负全责 我也觉得这块心感时好像有问题 测一下吧 沐泥雪都说有问题 那就一定有问题 都怎么搞的 肯定是这块心感时放太久发秀了 你赶紧的去换一块过来 真是人见自有天收啊 唐岳老师 您这英明神武 莫凡你要滚出魔法学校喽 穆白 你说是不是 闭嘴 火系成绩 S 天哪 他竟然也是S 这个心感时出了问题吧 凡哥果然是天才啊 全校仅有的几个S 他就是其中之一 凡哥好棒啊 威武霸气 原来如此 这名学生的真实实力 应该是S 刚才那个心感时有问题 所以才显示的是B 很好 光芒比刚才的穆白 还要胜一筹 莫凡 你表现不错 可以下来了 我考试还没结束 我要考释放 可恶可恶可恶 这家伙怎么可能会有S 他的星辰怎么会比我还强 他全部时间用来明修 一定是 他一定是把全部时间用作明修 这就意味着 他的释放一定很差 连四颗星子都衔接不起来 绝对是这样 这个废物怎么可能超越得了我 释放成绩 A 全校应该没有人在释放这一下 拿到过A吧 第一 全校第一 老大 你的两项成绩加起来全校第一啊 太了不起了 似乎这个莫凡以前也是你们穆家的人吧 司机的儿子也算不上 在没有家族资源的情况下 他能够这么出类把催 说明他自身天赋高之外 也相当努力 是一个可造之才啊 朱校长 你说的有道理 莫凡 你到这里来 干得好 莫凡 你表现得很不错 让我刮目相看 既然朱校长都这样赞讯你 我就不计前嫌了 我们穆家正好有一批火系的资源 这些我可以送给你 让你修炼道路上更加顺畅 以后你就算我们穆家的人了 要多多努力 大哥 穆白呢 穆白表现也不错呀 哦 那就让他继续努力吧 莫凡 有穆卓云栽培你 你未来道路更加平坦 你还不快点谢谢穆卓云这位荣誉校长 我说啊 穆卓云老鬼 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你说什么 我说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你以为我是你家养的狗 你招之急来挥之急去的 我有时候会要你的东西 有时候会要给你们家打砸当狗 你以为我是穆白啊 你 你 以前你怎么对我和我爸的 我可没那么见忘 告诉你穆老鬼 现在你把穆凝雪连人带嫁妆打包送到我面前 我也不会进你们穆家 卓云 这里是学校 控制一下 莫凡你也太过分了 不懂得尊重长辈和领导 赶紧给穆卓云道歉 哼 原来不尊重和侮辱了别人是要道歉的呀 三年前这老鬼带着一群人到我家乱砸乱翻 还弄伤了我爸 我爸现在腰椎还有问题 怎么没见这家要给我爸道歉呢 你和你爸算什么东西 也配让我穆卓云道歉 你又算什么东西 除了用自己快进棺材的年龄 和大家事来压我 还有什么本事 要换你也在我这个年龄 我早把你打得满地找牙 你以为你拿了一个全校第一的成绩 就很了不起了吗 你真的以为这成绩就代表着你将来可以成为魔法师 大哥 这小子就是故意在机你 让你不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以大欺小 不用管他那么多 既然侮辱了荣誉校长 直接把他开除就好了 看他这么个嚣张 几句话的事儿怎么谈到开除了 没有我的允许 谁也没资格开除我学生 既然他非要死拽住这个不放 那就由我替穆老爷来出战 打得他心服口服 让他向穆老爷跪下磕头道歉 余杨是我杨子年龄跟你一样 朱校长 我让我杨子出手和他决斗 你总不能说我以大欺小了吧 莫凡 你还是现在就给穆主音认个错吧 年纪轻轻 何必这么倔强呢 那也得他先给我爸磕头认错 决斗正合我意 我输了 马上给他磕头道歉 他输了 他就得为当年的事 给我爸磕头认错 魔法协会有规定 十八岁以下魔法师不许决斗 所以你们就算要决斗 那得等到两年后 两年后就两年后 到时候你就知道 今天的做法有多愚蠢 我们走 老大 雨昂貌似 比穆白还要强盛很多呀 没事 我会好好修理他 两年后决斗 穆卓云肯定会给雨昂 最好的修炼环境 看来我得更加努力了 爸 我现在也给不了你什么 但我一定会帮你夺回 当初失去的尊严 恭喜各位同学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尖子班 你们都是可以掌握七颗星子的同学 在释放上当然也有强有弱 但是能进尖子班 就证明了你们都是学习中的佼小者 班里的学号是按照成绩排列 越前面的学号成绩越好 莫凡是一号 穆白同学二号 徐昭三号 大家为这三个同学鼓掌 没想到啊 莫凡这个学渣竟然是一号 轻点到时候得罪人了 好了同学们 接下来就由你们实践课的唐岳老师说话 和上个学期一样 我还是实践课老师 这个班里有的同学我教过 有的没教过 我希望和大家都能愉快地相处 有美好的回忆 好了 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星辰魔器了 按照成绩的高低 大家轮流使用 成绩最好的前三名 可以使用一个月时间 但是我在这里得点名 批评我们班的第一名 莫凡 你在考试的时候顶撞木教授 学校作为处罚 你的时间将变成十天 十天之后你的星辰魔器 将会给第四名同学使用 一个班就三个 大家就这样依次使用 这样的话 成绩不好的同学 不都用不到 永远是学渣了嘛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星辰魔器极度珍贵 绝对不允许晚归还 以及损坏 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不仅会被赶出魔法学院 还终生不得当魔法师 这星辰魔器 可以提升修炼的速度 像我这样比别人多一个喜的 最缺的就是他俩 不过也没关系 好像我的修炼速度 比别人快很多 也不知道 是不是这小泥车的关系 本队威武 本队好厉害啊 呜呜 木板 你的兵班比考试的时候强多了 嘿嘿 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真是见了鬼了 不知道有些人做了什么手脚 居然可以得第一名 反正我的星辰魔器可以多用二十天 二十天后 我就是全班第一 是是是 那是肯定的 哈哈哈哈 喂 绿长男 我问你个事 呃 你 你叫我什么 我问你啊 那个羽昂天天都用星辰魔器吗 羽昂本来只能用三四个月的 现在拜你所赐 他拿到了半年 你就等着吧 我都这么挑衅老东西了 怎么才给半年 太小气了 你当星辰魔器是路边的石头吗 你到底懂不懂啊 啊 星辰魔器特别珍贵 整个家族这么多弟子 大家都是轮流使用的 除了慕宁雪有一个零级的星辰魔器以外 别无他人 零级的 这还分等级吗 当然了 零级的星辰魔器在功能上是普通的双倍 学校发的星辰魔器能够提升百分之二十的修炼速度 零级的可以提升百分之四十 零级有半年时间可以使用 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将星辰提升到第二个级别 释放出第二级的兵慢 帆哥 咱们继续吧 看来唐玉老师释放的是第二级的活资了 威力比我强了很多 第二级的活资叫什么来着 好像是 火资粉骨 果然他又动了 每次我修炼的时候他都会这样 好 好 其实你也是 好了 好 好 好 啊 盖子 你怎么把他给吃了 小祖宗 你别啊 这东西很贵的 勤家荡产都赔不起啊 来 乖 快突出来 乖 莫凡 你在干什么 没 没 没什么 唐燕老师这么晚了 怎么会在这啊 你也喜欢看星星啊 哼 损坏了星辰魔器 你会被赶出学校 多的是人愿意看见你 离开天蓝魔法高中 所以你最好老实交代 请许我能够帮你 是这个 我刚才按薛老师的手法修炼 可是没想到 他突然间把星辰魔器给吃了 这东西哪儿来的 祖传的 我问你 这个东西你以前给别人看过吗 嗯 你这个坠子也是一个星辰魔器 不过它是一个成长型魔器 哦 什么意思 这种星辰魔器可是天下绝品 因为它丁身除了可以当普通的星辰魔器外 还可以具备成长功能 说的简单点就是它可以吸收各种灵魂能量 提升自己 变成灵级 难怪我修炼速度比别人快那么多 别人一年都还没有释放出一个魔法来 我两个系都修成了 原来我一直都有小年就坠的修炼加成效果 糟了 这么好的东西 唐岳老师不会杀人灭口吧 你这个 唐岳老师 这东西其实我现在还没有办法驾驭 还是送给您吧 嘿嘿嘿 你果然很聪明 但是未免也太没骨气了 这个东西的确是个宝物 你藏好就是了 才不露白 不过这个魔器有点特殊 感觉和你身上有一丝不可斩断的灵魂联系 你要好好保管 再说 这个成长魔器要成长的话 是要以经破和别的星辰魔器为代价的 要是满足不了 也不会成大器 经破 很晚了 我要走了 但愿你在野外历练的时候 有不错的表现 你损坏学校星辰魔器的事情 我帮你解决吧 算你欠我一个人情 唐月老师 人呢 难道唐月老师被我完美的人格魅力吸引了 这才出手帮助 嘿嘿 原来你还是一件宝贝 这样我就原谅你把我送到魔法世界来了 嘿嘿 ök 灵灵在蜂蜓 这次的实践课是去雪峰驿站 我上课的时候跟大家说过 每个城市周围围绕的驿站 也是安全区域的边境 驿站之外的区域 是属于妖魔会出没的地方 所以在你们没有能力足够应付妖魔的时候 千万不要跨出安全区域 在驿站内的区域 我们24小时都有人把守和巡逻 绝对不会让妖魔踏到我们人类生活的区域里来 但是我们的人力和资源都是有限的 在区域之外有森林 山谷 野林 山峰 这些地方地形复杂 即使我们有再强大的魔法师 也不可能将躲在洞穴 地下的妖魔都铲除干净 所以同学们这次不要掉队 还是要以安全为重中之重 卢老师好帅啊 黑黑的 感觉像外国人 南非的吗 你这就是嫉妒 对呀 我听说妖魔都是吃人的 而且好几个法师联合起来都未必敌得过 要是我们野外遇到妖魔 岂不是变成口粮了 你放心吧 有老师在 老师会保护你的 好可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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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感觉火系星辰很躁动了 不会是要突破到第二集了吧 要是吧 大家好 我是你们这次历练的总教官 我叫展空 你们运气不错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 我是一个非常开明且随和的人 我知道这次历练 关系到你们魔法高考的成绩 所以我会给你们很大优待 我这里刚刚得到一份悬赏 你们有一百个学生吧 也都算是法师 所以只要你们当中一人 完成这悬赏 我就算你们全部通过 全部得A 老师 没有搞错吧 悬赏 听说悬赏 起码魔力三五年的小队 才能完成啊 我们还是高中生啊 就是啊 悬赏那都是正命对抗妖魔的 那干脆叫我们去集体送死好了 教官 那要是我们没有人可以完成的 那就全部不及格 老师 我们回去算了 不及格起码还有一条命 教官 这些还都是刚学会释放没多久的学员 叫他们完成老道猎人才可以做到的悬赏 这任务是不是有点 你们有问题就去找你们校董邓凯说 你们来历练 以为轻松战绩天岗就可以拿一个好成绩吗 天腕魔法高中是博城最好的魔法高中 难道尖子班的学生都是一批连妖魔都不敢去面对的废物 你们在进入魔法高中的第一天 校长没有告诉过你们 法师的天职就是战斗 与胆敢入侵我们城市的妖魔厮杀 现在只是一个历练你们就退缩 以后怎么指望你们保护城市与人民 教官那要是完成了学赏有什么奖励吗 要是可以完成我个人奖励他一个防御魔具 就是 不会吧防御魔具我听说要几十万呢 掌控教官这么有钱啊 是啊是啊 哼 哇 好几十万 好几十万 宇航背后有牧师家 简直就是闭碗家 一身好装备肯定是有了 我什么都没有岂不是吃大亏了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弄到一件防御魔具线 好几十万 如果开眼前的话 就来找他 膀胖 特别我 这 eigentlich 就是 可以 就 我 原来除了我们这对人 还有其他人也能抵达这里呀 前面就是展空教官 要我们去的山洞了 他们说 那里以前是独眼魔狼的巢穴 几个月前清理过了 但担心里面还有残党 要我们进山洞去检查一番 并且把白杨教官 遗落在那里的手镯给找回来 这是什么鬼悬赏啊 竟然让我们去找掉落的镯子 那你们说 那洞穴里还会不会有东西呀 我好害怕 要真有独眼魔狼 我们岂不是会被吃掉 拜托啊 我们是法师 法师就是杀妖魔的 更何况我们有这么多人 就是 我们团结起来 就算有独眼魔狼 我们也能够应付 现在大家要是退缩了 成绩就全美了 老大 已经有两队人进入了山谷 其中兵系的木白 火系的周敏 风系的张小猴 表现都非常出色 好 接下来 给个高分 教官 原来你一直派人在跟着学生们 真是虚惊一场 那么你说让他们去的那个山洞 应该不会真有独眼魔狼了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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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有东西的 不管如何 学生们以往的历练 都没有这么逼真 这的确是一次锻炼他们的好机会 只是 山洞里真有东西 恐怕 要当魔法师 就得有当魔法师的觉悟 不过你们放心 我自有分寸 莫凡持有那特殊的星辰魔器修炼 也有一年了 他应该是所有人中神秘最强的 但就算是这样 真正遇到妖魔 他能够完整地释放出魔法 就不错了 你别把我们的绳子给弄断了 不然咱们就别想回去了 只能在山洞里过夜 去去去 是 绳子结实着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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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明 你不怕吗 万一里面真有东西呢 不完成选赏 我们就拿不到历练高分 没有历练高分 我们便考不上好的魔法大学 哎 永远都是这一句鼓励的话嘛 怕什么 真有独眼魔狼的话 木白一个兵慢就把他给冻住了 来来来 大家跟着木白进去 说得对 说得对 我们都是法师 走走走 有人打头阵啊 风系的去前面探路 风系的亮灯 起码就把水碳打开 你把水碳打开 你把水碳赶开 就好像在海里面探路 那倒都没有 你把水碳打开 你把水碳打开 我把水碳打开 我把水碳打开 这边的水 满意 你把水碳打开 你把水碳打开 我把水碳打开 你把水碳打开 你把水碳打开 你看 水线还挂在上面 水却空了一半 这说明了 说明了什么 肯定是洞里面的东西 前不久出来喝水了 而且从他演了半潭来看 这家伙体上来不小 你别吓我 这 这里面真有东西啊 不行 我得赶紧告诉他们 开什么玩笑 水少了怎么了 你们两个真是吓成脑残了是吧 就光凭水台里的水少了一半 就把你们吓得不敢进洞 我 你们俩要是怕了 就守在外面 反正我们完成了 你们也能够拿到成绩 你们俩没胆子 也找好一点的借口啊 你这不及格的光耀 飞到一半就暗了 还是看我的吧 都严摨狼 都严摨狼 你快走 你快 别追我 别追我 敬兵啊 敬兵啊 敬兵 我报警啊 敬兵啊 我可以 我一定可以做到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你不要命了 别说你衔接不了行为了 就算完成了也会被他咬死 竟然一个个被吓成这副样子 会不会是我的幽狼兽 他威猛吓人了 真正的独眼魔狼 比幽狼兽还可怕几分 要是他们现在遇到的是 真正的妖魔 已经全军覆没了 其实我没指望 他们能打败幽狼兽 只希望他们能够 释放出魔法来 一个也好 这么说 那头狼兽其实是 白羊教官的召唤兽了 利用召唤兽来假扮妖魔 毒眼魔狼考验学生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既让学生得到真正的历练 又不会升级他们的性命 看来他们没有一个 可以完成这次的悬赏了 掌控老大您的模具 送不出去了 好像是木柏 这血缘不错 怀疑 怀疑 来 来 来 快跑 快跑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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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让开 你下去的绳索没了 怎么会没有 刚刚还明明在呢 完了完了 下午饭了 你又却死在这里了 怎么会死呢 怎么会死呢 这边完了 我不想死啊 你怎么办 可以的 我一定可以的 集中精神 集中精神 我死 灼烧 快就可以了 死 我都不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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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跑了 糟了 useless 谁 放痕 猴鹰 猴鹰呢 大家快攻击这东独眼魔狼 他被许昭亭雷麻痹了身体 不行啊 好强的游手啊 我们根本不是对手 模仿文学伤不了他 木板和雪昭亭都昏迷了 怎么办怎么办啊 这畜生第一集的出击魔法 根本就伤不到他 那就让他尝尝这个 我死门蛊 这是 这是 第二级火姿 这血缘竟然已经掌握了第二级火姿 火姿焚火 比火姿灼烧燃烧更加剧烈 甚至可以将骨头都烧成灰溅 游浪兽这次受伤不清啊 不错不错 总算看到一个有点出息的了 白羊 差不多了 让你的召唤兽停手吧 怎么了 我 我的幽浪兽不听 不听我的命令了 你说什么 不知怎么的 他就是不受控制了 糟糕 那些学生 幽浪兽可是特意手下留情 才不至于让学院有生命危险 但如果失控的话 赶紧救人 我以为我死定了 你赶紧找地方躲起来 我以为我死定了 我以为我死定了 我以为他还没背那个 不行 再这样下去 大家都会被他杀死的 这里稍微有一点战斗力的 就只有木白 许昭婷和周敏 可他们 准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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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进山顿的话 就一定会被毒眼魔狼杀死的 他们为了救我们 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牺牲 所以我们赶快逃吧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不行 我们也跟进去 那不是去送死吗 你又不是没见到 这只毒眼魔狼的实力 太可怕了 妖魔实在太可怕了 可我们不去 莫凡和张小红就死定了呀 要去你去 反正 幽狼兽呢 去哪里了 被莫凡和张小红 引到山洞里去了 什么 他们这样做 避免了发狂的幽狼兽 造成更多伤害 但他们两个恐怕 但他们两个恐怕 能不能辑 他不能输 他第一次 那开始 立开 一百四 一百四 淡四 一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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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四 一百五 一百四 一百四 你这个畜生 你以为我只有火焰之力吗 这里就是你的墓穴 原来你准备 哇 Oh 畜生还想伤人 你到底真以为我杀不了你吗 给我去死 我去死 小猴 小猴 这是风系高剑魔法 风之意 死了 这法狂的幽狼兽已经死了 是 是你杀了他 你的伙子焚骨 根本不可能将他杀死 所以我才弄断了钟乳师 我以为你们死定了 没想到 这个实力跟毒眼魔狼很接近的幽狼兽 竟然被你一个历练生给杀了 张小猴为了救我 受了重伤 先带他去疗伤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不应该呀 以幽狼兽的反应和速度 即便这个钟乳师断了 他也能够及时删离开 呃 总教官 我们能先救人吗 小心 好 太好了太好了 多亏了总教官及时赶到 不然你俩凶多吉少 诶 对了 那只发狂的幽狼兽呢 嗯 在那躺着 死了 什么 死了 哦 老大 你既然已经赶到了 为什么要杀掉我的召唤兽啊 以你的实力制服他根本不难 我其实已经来迟了 哦 总教官 您要是迟了 他们两个怎么可能活下来吗 难不成 这狼还是他们杀的 确实是他们杀的 准确地说是莫凡杀了他 啊 莫凡杀的 怎么可能 他一个历练生 怎么可能杀得了我的幽狼兽 这可是比普通妖魔还强的召唤兽啊 连一些成年老刀的法师都做不到 展科老大 您就别推卸了 嗯 是啊是啊 连我都不是这幽狼兽的对手 莫凡只是一个学生 不可能 不可能的 莫凡 是你做的吗 确实是我杀的 他想杀我和张小猴 我用伙子打断了重乳石 重乳石刺穿了他身体 不过 我没有想到 这竟然是白杨教官的召唤兽 原来这是一场演练啊 一开始 这确实是演练 但白杨教官的幽狼兽 不受控制了 发狂地对你们开始下杀手 幸好 你将他引到了这洞窟内 否则伤枉的人数会更多 来 确实 小心点 这发狂的幽狼兽已经对你们有杀心了 你除掉它 也是保护了大家 只是 我的幽狼兽被一个历练生杀了 我的幽狼兽竟然被一个历练生杀了 我的幽狼兽 我的幽狼兽 算了 这也确实够伤心了 我的幽狼兽 让他好好哭一会儿吧 这么说 是莫凡救了我们大家 不愧是我们年纪成绩第一的 莫凡你太了不起了 莫凡好勇敢啊 我看到幽狼兽都两腿发软 缺的东西全都忘光了 莫凡在面对幽狼兽的时候 竟然可以冷静地完成魔法星轨 而且用的火焰 可是第二级的火资啊 是啊是啊 还以为木白和许昭婷才是最厉害的 原来莫凡比他们还强 没听学木生老师说吗 连他都打不过这幽狼兽 你们确实应该好好感谢莫凡 避免了这次事故的发生 但这件事也希望你们明白 若幽狼兽一开始对你们就产生了杀意 你们这些连魔法都释放不出来的人 会是怎样一个下场 而真正的妖魔 是要比幽狼兽凶残冷血的多 确实 你们的表现让我并不是很满意 真正能够面对敌人 而冷静释放魔法的并不多 木白 许昭婷 周敏 张小猴 都表现不错 但也仅仅只是拿到一个A 莫凡的评级为S 战空老大 他能够释放出第二级火资 打伤幽狼兽就该给S了 现在是杀了幽狼兽 您之前不是答应过 表现杰出的会赠予一个防御模具作为奖励吗 我觉得莫凡理应获得 我有说过吗 有 而且由于这次悬赏任务完成了 所有历练生都将获得A的评分 集体通过 都差点弯弯这件事了 我们所有人都得A啦 非常重要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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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出色 毕业后不如跟我混吧 我展空作为这里的头头照你不说 更可以保你将来吃香的喝辣的 总教官 你是军人还是土匪啊 怎么满嘴的行话 甭管那么多 跟不跟我混啊 我还是做好我的学生吧 不识抬决 别忘了你答应我的模具啊 你说什么 莫凡 莫凡好厉害 莫凡真厉害 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说 他还藏着什么秘密 我记得有狼兽尸体旁有一片焦黑的痕迹 难道是 战空老大 幸运发现真骨魔狼的足迹 奶奶的 敢在老子的地盘上撒野 兄弟们 臭家伙 妖魔胆敢越是人类安切半步 我们军法师就有义务将其斩杀 天鹰法师听令 锁定真骨魔狼 是 是 有了它 让我的修炼速度提升百分之二十 我才能够顺利地将火系初见魔法火姿 提升到第二个级别 火姿 门鼓 周永的火姿灼烧 即便击中了幽浪兽 也顶多烧伤它的皮罗 而我的火姿焚骨却强了很多 看来 真正能够伤得妖魔的还是第二级的魔法 不知道雷印修炼到第二个级别 第二级会是怎样 一定更强吧 毕竟雷是元素之手啊 我有两个系要同时修炼 上学期我把大部分时间 都放在了火系的修炼上 雷系都有些耽搁 可我已经把虽然能够的时间 都放在修炼上了 要怎么做才可以再继续提升呢 八哥 实力还是太弱了 要不是正好有种辱实 以我现在魔法的威力 其实很难杀得死那只发狂的幽狼兽 唐月老师说过 小泥区坠是成长型修炼魔器 可以通过吞噬庞大的能量或者精魄 晋升到更高级 小泥区坠提升起来 我的修炼速度也会随之大幅度提升 似乎零级的星辰魔器 可以让我的修炼速度增加百分之四十 这非常可观了 要不我去做猎人法师 小泥区提升的东西都需要用钱买 当猎人法师有钱不说 还可以提升我的实战能力 好 有人想到安家外去采集珍贵药材 需要供用一对监验老道的法师 负责保护 出价是十五万 这个应该没什么难度 我们拿下来吧 得了吧 要去的地方是北山谷 那里独眼魔狼出没平凡 就算是一对猎人法师 若遇到两只以上独眼魔狼出现 也得全军覆没 那这个呢 军方发布的悬赏 需要几位猎人法师 帮他们侦察环山一带 说是有一只受重伤的 战将级的真谷魔狼跑了 悬赏竟然三十万 我说你一个初阶法师 还好意思去找战将级妖魔的麻烦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啊 那我还是去城市猎妖队吧 我听说城市猎妖队福利特别好 况且在城市里待着 基本闲着没事做 简直是法师中的公务员 根本不用像其他猎人那样风餐露宿的 那更别想了 城市猎妖队招的都是精英 像你这种菜鸟啊 成什么 行吗 那我能做什么呀 哥们儿 那城市猎妖队是在招人吗 对啊 你没看到那么长的队啊 这么多人 怎么 你也想去试一试 劝你还是别浪费那个时间了 就你这年纪轻轻的猎人 有队伍要就不错了 猎人法师那可是和妖魔对抗的 新人看见妖魔都吓得腿软 只会成为队伍累赘 城市猎妖队应该就是在市里的 我平常还要上课 出城不太可能 要是能进城市猎妖队那就好了 你是什么系的 假如是火系的 那还好混一点 这个还分系吗 那是当然 合着你是第一次来猎者大厅啊 最抢手的系就是火系 即使是新人 队长也会考虑培养一番 其他系的话不好说喽 那雷系呢 雷系啊 你小子真是动 上千个法师中才有一个雷系 要是有雷系 甭管你是新人还是老鸟 都是任何队伍拉拢的对象啊 问题是大雷系法师 怎么可能跑来这里混野队啊 那多半是有家族势力供着的 好吗 那城市猎妖队收雷系吗 收 当然收 绝对收 问题是你是吗 哈哈哈 都什么玩意儿 这种货色也好意思来城市猎妖队 终极令人资格也好意思拿出来说事 还有这个 什么击杀过独眼魔狼经验丰富 应对能力极强 连二级的疯鬼都运用得不清不楚 有猫用 还有这个 自以为是的火系法师 他那点火系本能能跟我比吗 要他做什么 我要的是精英 无论是经验 实力 应变 心理素质 都要出色的法师精英 不是这些良有不齐的菜鸟 队长 这种人才终究太少啊 没有也给我挖出来 这 哎呀 前面被淘汰了那么多人 你没有何必浪费时间呢 那你为什么也拍着 我这不是胖胖运气吗 是那小子 还真不知天高地厚 一个第一次来猎人大厅的法师 也好意思来城市里要对面试 队长发飙了 要再抓不到靠谱的 就要有大麻烦了 哎 你还没毕业吧 毕业了 别人都好歹是初级猎人 你什么都不是 凭什么来这里面试啊 别那么不友好嘛 你叫什么名字呀 樊墨 啊 我们这里可是城市猎妖队啊 一般至少是中级猎人 才有资格报名啊 你连猎人资格证都没拿到 我听说你们这里收雷系法师 哪里不收雷系法师 那个 我就是雷系的 你最好别和我们开玩笑 据我所知 雷系法师都很少露面的 今天是雷系法师 我还是第一次见过雷系法师 我从没见过 我的体是个文青小华师 城市猎妖队 无厉害 雷系法师都跑出来 和我们抢烦满 今天用华师 啊 这这 这小子真的是雷系啊 千分之一概率都不到的雷系法师啊 如何 收还是不收 你等等 我请示一下队长 请示个屁呀 樊默兄弟是吧 以后你就是我们博城猎妖队的一员了 我没猎人资格证 我跟你办 小事 我没什么猎妖经验 谁天生会猎妖啊 可以慢慢学 我雷印只是第一集的 第一集 很了不起啊 我听说雷系比其他系更难修炼 我听说你们还要应变能力强 我也不知道 无所谓 我心理素质 没事 我们多带你杀几只妖 心理素质绝对高 那以后多多关照 欢迎加入 欢迎加入啊 说好的精英 那这些灵士者呢 各位 我们已经招到人了 不用排了 不用排了 从哪来回哪去吧 这是副队长彩唐兵夕法师 竟然是他 穆壮元的人 穆宁雪的表姐 但愿他没认出我来 虽然你是雷系 但我希望你明白 我们队伍真正需要的是精英 可别成为我们的累赘 这是我们队伍的水系法师 小可 你好 欢迎加入 你说什么 竟然有这种事 有妖魔出没了吗 不会是上次明文女子中学的事情吧 又有女孩失踪了 对 这是非同一般 多半有妖作祟 梵木 看来今天不能够给你开个加入派对了 你先回去整理一下资料 过几天到这来找我们 我们这会儿有活儿要干了 我也跟你们去吧 毕竟我也是其中一员了 嗯 好 好 明文女子中学 新下载的学校 有妖魔出没了吗 不会是上次明文女子中学的事情吧 又有女孩失踪了 又有女孩失踪了 新下 那可千万不要有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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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家屋 沐浩哥哥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学校紧急疏散 我手机落宿舍了 我是用公众电话打给你的 沐浩哥哥 我没有事 只是 我好像感觉到 学校有什么东西 当时我在回宿舍的路上 和一个女同学参生而过 女同学往另一个方向去了 我想叫住她 事实上 我应该追上去提醒那个女孩的 笨蛋 你先把我抢你自己 对了 那女孩去了哪儿 诗堂 她好像去了老诗堂 我现在在家里面 怎么发动 搞定了 这陆冉军 这个冲刀 她想得到 诺度 这陆农军 所以 这陆农军 是 好像 是 搞定了 这陆农军 什么 是 这东西竟然就在食堂 这东西竟然在那种狂 没地方躲了 对东西竟然爬了 神域 化解 范木 你到旁边去 我们来对付他 原来是这地狗老鼠在作怪 哼 想攻击我 蠢货 就这点本事还想出来害人 好快的施法速度 风鬼 闪步 第二级风鬼 闪步 这可比红子的风鬼枪太多了 来让你尝尝火焰的滋味 火刺 哼 火 有用吗 北枪流 挑桑 火刺 火刺 解 好强的威力 几乎鸟杀了 这巨隐星属身体 虽然没有幽狼兽那么强壮 但也是一只正统的妖魔 竟然被这么一个魔法 给轰得半残了 还以为是什么大妖在作乱 这个时候 他应该要逃跑了 兵慢 小柯 水域 快 水域 快解 雷烟 瓦痕 干得好 范莫 这巨隐星属是变肿的吧 怎么会在半残的情况下爆发出那么可怕的速度啊 巨隐星属不是受了点伤就会被吓得逃窜的吗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作为队伍里的水系法师 你分分钟要把星鬼捏在手里 即便其他人放松了警惕 你也绝不能 你负责保护大家 你是水系法师知道吗 我不要听到道歉 因为一旦你道歉 就意味着我们队伍里会有人死去 你要感谢范莫 是她弥补了你的过错 救了彩唐的性命 这次多亏了你啊 真没想到你能够及时做出反应 让我有些不敢相信你只是个新手 给予你这次的表现 我就直接破格提拔你为我们队的正式成员了 我相信 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猎人 貌似正式成员就可以领公资和奖金了 哈哈哈哈 呃 是残破 上次杀死幽黄兽也有这东西 他们看不见 好奇怪啊 残破好像不是之前 只有唐岳老师说的精破 才对小年秀罪的升级有效 也不知道什么样摸死后会出精破啊 队长 我们没看到那个失踪的女孩 不过食堂后厨有一个洞 洞很深 有不少巨眼星鼠的足迹 我想应该是其他巨眼星鼠 把女孩拖到洞穴里了 嗯 看来她凶多吉少了 我们要不要下去 嗯 通知魔法协会的人 这事儿恐怕不是我们能管下去的了 怎么会一下子跑出这么多巨眼星鼠 好诡异啊 魔法协会那边的人已经接管了此事 应该用不了多久就会有消息了 樊磨 没有想到你反应还挺快的 嗯 我本来还以为你是那种一看到妖魔就吓得腿发燃的硬介法师呢 是啊 我还以为起码要带你大半年 没想到你心理素质这么好啊 菜仓 我觉得你今天应该以身相许啊 今天范墨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 菜堂想嫁 没水还没机会呢 我们在食堂里请到了范墨的手机 里头有个女孩打了几十个未经电话呢 哦 嘿嘿 看来范墨已经明草有主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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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 请下 我提到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 我以为 我以为 我现在可是您法师 老魔见到我得逃此时 放心吧 那只在你们学校 做怪的聚眼星鼠 已经被我们解决掉了 以后啊 不用你不担心 你最需要担心的 是怎么保护好你自己 毕竟我不是 时时刻刻都在你身边 莫凡哥哥 是你杀了那只怪物吗 那是当然 来 我跟你说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 那个怪物突然就破了过来 紧接着就被我用魔法给打回去了 真是一下子那个怪物就着急了 紧接着又向我扑过来 然后我一个闪身 我就躲过去了 然后那个怪物呀 这次我们出手即时 上头给我们发了一笔钱 范莫 你虽然是刚入队的 表现接触 给你发的也是正式队员的钱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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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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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昂 老爷找你 宇昂 你的兵夕星辰真是越来越强了 修炼得如何了 进展有点慢 你这还叫慢 家里的其他子弟现在还是兵慢的一级状态 你已经是掌握了兵慢凝结了 用不了多久你肯定可以达到三级覆盖 那可是大面积的寒冰蔓延 你一个人就可以动一大片 也还得一两年 不慢吗 你怎么总嫌慢呢 你和其他人比已经很厉害了 宁雪呢 我还是比不上他 你就别和宁雪比了 他有他的特殊性 你把心思好好放在自己的修炼上 只要你可以把莫凡那个小子好好收拾了 你父亲会给你一份大礼的 我对跳梁小丑没有兴趣 父亲 你为什么要帮我安排这么一个无聊的决斗 这不是为了让你的成年礼更隆重一些 更要看透一些嘛 光请一些上流人士 各大势力高层来吃吃饭喝喝酒 多无聊啊 那你也给我找一个使君力敌的对手 我本来也觉得 找这么个小角色决斗有些儿戏 而且胜之不武 但是既然朱校长和邓凯要做这个宝 那我们就顺水推舟好了 你听我的 这对你以后掌控这个博城有好处 父亲 要是这样的话 还有点意思 当然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什么事 这次魔法决斗更关系到地圣拳 我们博城每一届 只会选一个人进入地圣拳中修炼 孝风那边想要这个名额 但是我们各大家族也想要 我需要你借助这次魔法决斗 展现出自己碾压性的实力来 让其他家族和校方 都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跟你争 地圣拳 父亲 我明白了 叔叔 现在老爷这么培养羽昂 是真心的要让他当接班人吗 怎么可能 穆家的继承人就只有一个 就是穆凝雪 羽昂只不过是老爷仰来 让凝雪当踏脚时的狗罢了 你还真以为他会真心对他吗 那地圣拳呢 地圣拳是个好东西啊 万一莫凡赢了 那岂不是他获得了进入地圣拳中修炼的机会 他绝对赢不了的 这你就放心吧 我是说万一呢 没有万一 嗯 不干涡 我想到这边 我想到这边 有此往现在地圆放逝 都很嫩 我明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凡 你晚上有空吗 难道是因为历练的时候我救了她 心怀感激 心生爱慕 周敏 周敏 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 可我们现在年纪啊 应该以学习为重 这种事情等我们再成熟一些再谈也不迟啊 有空 那好 傍晚我在校后门等你 别人第一次约一般都是小旅馆什么的 周敏这姑娘没看出来啊 喜欢在这种地方 有点刺激 镇嵌的地方就在那里 我打听过了 施工队因为资金的问题早就撤离了 所以绝不可能是施工引起的 什么政策 我奶奶住在这附近 每到深夜 那个工地就会发出奇怪的颤动声音 有人说他们看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本来我想叫奶奶搬走 可奶奶说住这很多年了不想离开 可我又担心她会有危险 所以希望你陪我过来 看看这里到底怎么回事 原 原来你叫我是为了这事啊 对啊 不管怎么说 你现在也是我们学校最强的法师 好 我去看看 不干净的东西 难道又有妖魔作祟 不过周敏的周敏 你找哥就找队影了 哥现在可是城市猎妖队的 捉的妖没一百只也有 也有其他之类了 一般几点开始镇的 啊 寻妖粉 嗯 你哪里来的寻妖粉 这个东西卖的吗 你怎么会用的 我听说猎人法师才懂得实用的啊 你看 天哪 不会真的有妖魔吧 在 在我们的城市里 城市里有妖不习惯 不然要城市里有妖队干嘛 啊 那怎么办 要不我们现在就通知里有妖队吧 看用通知吗 这脚印不像是剧眼星熟的 他应该就躲在那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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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莫 莫莫 要不然我们还是先走吧 我们毕竟是学士们 是 是毒眼魔狼 他 他在干吗 他在吃宵夜 他在吃宵夜 这里有一大群流浪汉居住 流浪汉也不会被警察 划分到统计人口中去 这只毒眼魔狼太狡猾了 在这里包吃包住 还不会被发现 要不是我们今天看到了 他还不知道要吃多少人呢 周敏 你有没有觉得 这只毒眼魔狼和老师给我们的图片 有点区别 他的体型好像比一般的魔狼大两全 不像是一只普通的魔狼 莫凡 我们还是走吧 上次那个幽冷兽就这么吓人 现在是真的幽魔啊 再不走 我们就成点心了 没事 他应该没发现我们 你先去找你奶奶 把那边街区的人疏散开 等离这里远一些后 再打电话给警察封锁这一带 你为什么要离远短再打 我们已经拨过去了 大姐 老师没教会你 妖魔队各种偷袭设备 有机枪警觉吗 你不要再等上那家伙 发送了一个微信定位 我自焚蛊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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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装迷 你赶紧去找你奶奶 让街道的人赶紧跑 我还拖出去家伙 你 你怎么拖啊 我有我的办法 你快走 好 我会没有连灭 一定听没准备 你追悠 高日的力量这么强 还好有掌控老大送的盾魔卷 大送的盾 好可惜啊 同学 怎么回事 有 有药 我同学 我同学梦凡还在里面 哪个位置 就在前面的废弃街道那里 那不是范莫乡 我发信号的位置吗 还好我在这附近 来吧 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兵马 您急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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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畜生 是你 看什么看 还不快滚 想被这毒眼魔狼吃掉吗 那小子是谁 你认识 就是曼木卓云舅舅的 那无法无天的小子 莫凡 我以为是谁呢 跑得比什么都快 还是天兰高中第一名 真是有意思 看他现在吓成这样 当时杀掉幽狼兽的传闻 都可能是他自己编出来的吧 别管他了 你赶紧帮助我控制住他 这家伙比普通的毒眼魔狼更强 队长 这是一只 进阶的毒眼魔狼 很可能与地圣权能量外衣有关 极难对付 你们看见饭莫了没有 看见的话赶快把他叫过来 必须要他的雷信 来麻痹主持这只毒眼魔狼的身体 麻痹主持这只毒眼魔狼的 才就不溜碎 ganz큰水 我收到Quin 你吗 我吗 帮我 你呀 很担心 客气 我家伙是谁 你还真是谁 你А多的 你听到我家伙是谁 你还可爱 你还价是谁 不过这样做也保险点 我在学校展示的是火系 用范莫的身份是雷系 还是暂时不要让别人知道 我是雷火双系的吧 范莫 你来了 范莫老弟 不是你给我们发的信号 说这里有妖魔吗 怎么你最晚到 别分心 这是一只进阶期的多眼魔了 三分钟可能要了我们性命 大家集中精神 还好今天彩唐带来一个帮手 两个兵器法师 范莫 你赶紧用雷 麻痹她的身体 现在问题很棘手 我要是出手的话 火焰可能会让彩唐和雨昂 将得兵满破碎 等于让这只魔狼重获自由了 可我不出手 但靠兵满和雷尹 又很难伤到这个 皮糙若厚的家伙 老大 那怎么办 我已经请求魔法师协会做增援了 杨作鹤已经在路上了 我们现在这样暂时压制住她 不要过分刺激她 不远处就是闹市 让她窜到那里 就会伤尽无辜了 是水西洋做何老师吗 是 有她在 杀掉这个毒眼魔狼就没问题 羽翁快 再次防御遵兵吧 羽翁快 再次防御遵兵吧 朕将棘了 朕 朕将棘 我们都会死在她的爪下的 老大 我们 我们还是赶紧撤离吧 不然全都得牺牲 撤 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 我看看身后是什么 他好像要尽贴成骨刺蟑螂了 我们这些初戒法师 不可能对付得了战将级的妖魔呀 大家不要慌 他还没有尽贴成功 必须趁现在将他宰了 等他变成骨刺蟑螂 后面的结局将血流成河 好 飞尸 准备递波迟缓 如果兵慢碎了的话 绝对不能让他跑起来 好 小柯 你随时准备好水域 这家伙速度非常快 你要更快 不好 他还是在进阶 身上的血是沸腾的 兵慢要撑不住了 火子宝裂 还是队长厉害 直接把他给轰了 来 好 好 好 驾 蛇 小心 来 有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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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子 反复 队长 小心 不好 小柯 快给队长保护 水瑜 守护 队长 太堂 快救队长 汝 完了 队长要死了 队长 雷印 狂撤 坤墨 带的漂亮 读演魔狼是惧怕雷的 二级雷印 这是二级雷印 粉末 把他打回原形 雷石 快把对手裸走 好 他好像是适应了雷击鞭策 樊木 樊木 你快逃啊 这 这毒眼魔狼太强了 该怎么的出事 就看看谁先刀下 队长 我们 我们不是这 毒眼魔狼的对手啊 我们可能 要死在这里 我们还是逃吧 趁风们还支撑着 混蛋 你们 你们还没明白吧 我们撑下去 就算死 死在也只有我们几个人 可如果我们逃了 会有成百胜千的人丧命 作为城市雷药队的骨干 你们的绝望还不如一个新人 范莫 你做得好 该死的畜生 我 活死 大不了 和他同归于尽 一定要宰了他 不作我们城市雷药队的罪言何在 给我去死 阿 中界魔法 中界魔法 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先生 我们还是拉响警戒吧 妖魔在城市里的出现率有些高了 之前就涌出过不少居原兴术 这次竟然连深山中的独眼魔狼都出现了 太过反常了 我知道 但拉响警戒的话更会弄得人心惶惶 我们现在只能再多加派人手支援 暗中调查 总之还是要辛苦你们了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你们什么时候添加的新成员 还是一位如此出色的雷系法师 招品招的 啊 嗯 莫凡 你怎么在这 莫凡 好软 好弹 莫凡 谢谢你救了我奶奶 今天真是谢谢你 我奶奶从小待我长大 要是没有你 我想都不敢想 没事了 没事了 别哭了 不哭 不哭 没事了 怎么回事啊 自从吃了独眼魔狼惊破后 就一直这样 难道 难道你进阶了 唐月老师说过 你可以通过吃惊破来进阶 没有想到是真的 那你现在 岂不是灵级星辰魔切了 可以让我修炼四五的成倍提升 这么说 在和羽昂的傻叉决斗之前 我可以将魔法修炼到第三阶了 太好了 不许多了 озможно 被他们看了 是什么 整理机研究員 是什么 还好 不许多了 不许多了 你 可能 不要 我 你 这钱给你 你可以随便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再买个手机 别再像上次那样 遇到危险还联络不到你 慕凡哥哥 你哪来这么多钱 我不要 你把钱自己存着吧 我打工赚的 你也知道魔法师赚钱比一般人容易 何况我是火 雷系法师 你收着吧 上次你们学校有妖魔又联系不到你 可怕我吓坏了 所以你就收拾吧 买点漂亮裙子 我可喜欢你穿裙子了 像超短裙什么的 慕凡哥哥 慕凡哥哥 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我 我觉醒了治愈戏 治愈戏 那不是白魔法吗 嗯 是啊 不是说魔法师在出街只可能觉醒元素魔法 像白魔法黑魔法次元魔法都要到更高的境界才会觉醒吗 我也不知道老实说是会存在一些特例的 慕凡哥哥 我知道你在做很危险的事 以后 以后我也可以帮到你了 不危险不危险 就是打点怪捉点妖 话说我还没有见过治愈戏的魔法呢 我很快就可以完成七颗星子了 那要不要我去受个伤什么的 给你练练手啊 开个玩笑 时间过得好快啊 是啊 白天修炼晚上猎妖 过得越充实忙碌 时间过得就越快 什么猎妖啊 没什么 话说起来 你打算考哪座魔法大学啊 我也不知道 走一步算一步吧 凡哥 你还有心思问我呢 你和慕卓云那个老混蛋约战的时间 就快要到了 凡哥 我听说这次那个老狐狸 特地把博城所有有名望的人都找来了 这次决斗 还放在羽扬十八岁成年里上 明显就是坑你的 哦 意思说 那天决斗的场面会很大 那是当然 你现在怎么说 也算是天蓝魔法高中的第一名 已经不是以前的莫凡了 慕卓云故意把你们的决斗放在羽扬的成年里上 用意很明显了 就是想在大庭广众之下让羽扬把我击败 好显得他慕卓云的养子羽扬有多优秀 嗯 莫凡 嗯 莫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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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找你 你去一下 汤要是我也有事找你 一点关于火系魔法的变化 要不晚上我去你公寓好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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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究要为当初的鲁莽付出代价了 这次 慕卓云把你和羽扬之间的决斗搞得非常隆重 你知道其中的原因吗 决斗那天是他们慕家接班人羽扬的成年里 他请了博城很多上层人士到他们庄园参加晚宴 晚宴之后的重要节目 就是我和羽扬之间的约定决斗 这只是其一 还有别的原因 嗯 这场决斗还关系到了帝圣拳 帝圣拳 你听说过 没有 上次那只独眼魔狼就是吸食了帝圣拳的气韵 便差点进阶成了战将级的骨刺争狼 法师要进入其中修炼 岂不是有希望从初阶法师进入到终结 这帝圣拳可是个宝贝啊 我们博城有一口上千年历史的圣拳 魔法师在圣拳中修炼 修为可大幅度的提升 由于帝圣拳非常稀有 并且随着岁月正逐渐枯竭 我们博城约定俗称 每年只会让一名最优秀的年轻法师进入其中 一名 这么稀有 学校这边 你毋庸置疑是我们的最佳人选 而家族势力那边 羽昂已经碾压了其他家族的年轻一代人 也就是说 这个帝圣拳名额就在我和他之间产生了 是的 这个穆卓云真的太会打算盘了 一剑三调 成年礼尚在博城高层人士面前 蓬高了他的接班人羽昂 又教训了你当年对他的不敬 更获得了重要的帝圣拳名额 他算完打得好又有什么用 他真的以为自己毕生无疑吗 讲实话 羽昂背景雄厚 无论是修炼资源 还是模具 模器的辅助 都要比你优越太多 你胜算不是很大 但搏一搏吧 别输得太难看 嗯 你尽力而为 至少在各大业界人士面前 展现出你的实力来 给我们天蓝魔法高中 争点面子 我说 你们两位 对我有点信心行不行 听说穆老爷把以前后勤司机墨家兴也请来了 还是宾客戏呢 什么都不懂还瞎说 那能叫请吗 难道你不知道墨家庆的儿子墨凡要和羽昂决斗 呦 在那天的大宴上 那这个墨凡可是翻了身啊 那么多人看着呢 翻什么身呢 就是给羽昂当配角的 羽昂实力在所有同龄人之上 穆老爷肯定要拿出来秀一秀 正好那个叫墨凡的小子自己作死 哎 我就不明白了 怎么会有这么不识好歹的人呢 原来是这样啊 那个墨凡也太蠢了 换做是我 当着那么多大人物的面 给别人当陪衬当扎包 不如找个坑钻进去呢 就是 墨家兴看上去老老实实的 怎么生这么一个折腾事的儿子 你来墨家比较迟 我跟你说呀 好几年前 这家墨凡的还和墨凝雪大小姐 那这小子还有脸来啊 谁知道呢 墨家兴蠢的不行 他儿子一个德行 宁雪 本来这个成年典礼 爸爸应该给你的 可这小小的博城 远不在你的眼里 羽昂也算是我一样的 一手培养 对我们也是死心塌地 往后啊 他也可以成为你的左膀右臂 就一定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安排决斗吗 你是担心羽昂呢 还是担心那小子 哼 那小子现在 好歹也是天蓝魔法高中的第一名 羽昂又是我们家族 除你以外最出色的继承人 他们两个直接的决斗 怎么可以小打小闹 墨凡那小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惹恼我 我绝不会对他心思手软 天蓝高中的第一名 在我墨家培养出来的弟子眼里 又能算什么 他墨家兴能给墨凡的 和我墨卓云能给羽昂的 能相提并论吗 你去哪儿 随便逛逛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来了 我问了新夏 他说你在这里 来这里吹吹风 顺便看看决凳那天 我的舞台有多华丽 你家就是财大气粗啊 弄个成年礼 半座城又偷又恋的人都请来了 你最好别去了 羽扬不会对你手下留情的 这么说 你这次来是带我跑路的 是你离开 最好是离开博城 羽扬七岁的时候流落街头 被我爸爸带到牧家 又一手栽培 对我爸爸言听计从 决斗那天 若瑶一定会对你下狠手的 往后也可能处处打压你 那压呢 我看他不顺眼没十年 又有八年了 他是有些不怪 所以明天正好收拾他一顿 你有没有听懂啊 我是叫你明天不要去 我问你啊 你到中间法师了吗 你别去 一个多月后 就是魔法大学的考核了 羽王一定会重创你 让你连这场重要的考试 都没法参加 我会去 为什么 我问你 你爸蛮横强势 为人势力 还逼迫你做你不想做的事 那你会讨厌他吗 我爸关心我 体谅我 我无论闯下多少货 他都帮我担着 我考试一塌糊涂 我却固执地想要到 天然魔法高中 他连问都没多问 就清静一切 送我入学校 他待人宽厚 诚恳 心下妈妈与他重组婚姻 不到一星期便不辞而别 丢下心下 他没一句怨言 还继续照顾着心下 你爸是什么样 你自己也清楚 那种情况下 你都不讨厌他 那我有这样的父亲 我是不是该用尽一切 去敬重他 所以 你能明白 当我看到他需要 对别人低声下气 看到他总是被人嘲笑愚蠢 看到他 从没被人尊重过时的心情 居然敢和大小姐私奔 是不是不想活了 对不起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你要怎么样都行啊 别为难莫凡 他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俺不懂事了 懂事得很啊 懂得攀龙附凤 懂得蛊惑我女儿了 莫凡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以后要是再敢在他面前出现 我打断你的腿 现在 有一场可以证明他所做的一切 并不愚蠢的绝佳机会放在面前 你觉得 我会逃吗 而且 谁是配角 还说不定呢 这天总算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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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食 文杰 你们总算来了 我等你们好久了 今天来的都是城里最好的厨师 保证能合你们胃口 建光 建光啊 没想到今天还能到大家族里 混菜饭吃 是啊 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里 菜堂你也太低调了吧 一直住在豪宅里 也没替你提起过 你们也没问吗 菜堂姐 嗯 有邀请你这小混蛋吗 我差点忘了 你是给羽昂当沙袋的 还一副贵兵的样子 我都嫌你丢人呢 以后不许交集 差点忘了 他们不认识我 我去雳瑶队时 都戴着口罩和帽子的 我去雳瑶队时 我去雳瑶队时 好歹从小认识吧 好歹从小认识吧 别这么见外 别这么见外 一边去一边去 一边去 别妨碍我 期待我的队友们 好可惜啊 老母说今天有事 不能来呢 那小子要看到 彩唐是大户人家 估计立马到追 是呀是呀 怎么了小可 干嘛盯着人家看啊 没什么 只是好奇他是谁啊 就是那个不自量力的 要和我表弟羽昂 决斗的家伙 诶 羽昂你们也见过的吧 那次帮助我们 杀独眼魔狼的 他背影看上去 有点眼熟 嗯 我也觉得呢 那天夜里他也在啊 是他发现独眼魔狼的 结果灰溜溜的就跑了 还听了魔法高中 第一高材生 好像范墨 和他年纪也差不多 但实力和勇气 一个在天 一个在地呢 你小子现在还有心情打吃打喝 你小子现在还有心情打吃打喝 怎么说话呢 我能来这儿是慕卓云那老祸的荣幸 我看你是得罪了博城大户了 要不毕业后就跟我的军队混吧 谁敢欺负你 我展空的人把这豪宅给拆了 那我还是算了 我喜欢大城市 我不喜欢这孙三老练 不识抬举 今天牧家真是大手笔啊 博城能叫得上名号的都来了 看来这羽昂真是牧家未来的接班人哪 肯定是的 慕宁雪在帝都发展 这博城怎么也得用个接手的 莫凡 你怎么在这里 你们怎么也都来了 学校给的名额呀 你可是我们天兰魔法高中的代表 怎么可以没有我们学校人过来助威呢 真是 这名额本应该是我的 勉强让给你了 你可别给天兰魔法高中丢脸啊 老大 刚才我看到你爸爸也在受邀名单里 是不是他们搞的鬼啊 没什么 你说好事儿 让我爸爸来看看我是怎么赢的 诸位 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全子羽昂的成年典礼 时间飞快 我一直深信 博城的未来 是掌控在这批年轻人的手里的 俗话说得好 青春欲兰胜欲兰 我牧卓云能为博城做的也就这么多了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博城的年轻才俊 可以从我的手上接过这一切 建设更好的博城 并会涌现出 更多像我女儿慕宁雪这样 震惊全国的天才 好 让我们举杯 为了博城的美好将来 干杯 干杯 当然 为了今夜更加有气氛 我安排了一场年轻人的决斗 待会儿就让我们坚持一下 博城年轻人的风采吧 小明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持人 李宗盛 主持人 李宗盛 庆祝十八岁成年礼 我卓云感激不尽 多的话我就不说了 就让羽扬为大家展示一下 他多年修行的实力吧 从头到尾 连莫凡的名字都没提一下 这个慕卓云 太不把莫凡当一回事了 莫凡本来就是来当配角的 配角都算不上 就是过个场 好陈托雨啊 做我的沙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至少会让你在病床上躺上三个月 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 你还没擋盘 导 开始 name voodba以电 拿一级的伙子或二级的兵卖 很好很机智 是 这家伙有事无恐 该我了 不自焚狗 他的速度怎么一下子变快了那么多 算了 再试一试 是模具 吐戏的铝模具 那双靴子可以让魔法师在地面上 进行快速摩动 这也太赖了吧 莫凡那家伙法术的精准度已经很高了 可玉昂这铝模具一开 完全没法命中 这种二级的火系初阶魔法是奈何不了我的 说实话 我并不想在这里跟你浪费太多时间 你得知道 有些人是你一辈子都不能去招惹的 好 好强的兵卖之力 动静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 这是三级的兵卖 兵卖覆盖 玉昂真的已经到了第三级 上次看到玉昂 它还只不过是二级兵卖 一年时间居然可以到达覆盖的程度 兵卖覆盖的威力 可以在极短的时间 将独眼魔狼那种大体型的生物 都彻底动成冰雕 这小小火焰是抵挡不住我这么强的兵卖之力的 我看还是停止吧 要是冻得久了 会出人命的 火系的魔法师怎么考虑这么快就冻出了 生物不是没有分吗 不过让你吃点苦头 你真以为我们的捉云是那种随便可以辱骂的了 不 没想到牧家的子弟 十八岁就可以三级兵卖 真是了不得 那个孩子表现还可以啊 只不过牧家培养出来的确实太强劲了 结束了结束了 三级兵卖都施展出来了 同龄人里面还有什么不能碾压的 不少成年法师都还用不出第三级的初戒末法呢 可不 这家伙竟然也修炼到了第三级 这命令太强了 你不过我是星辰被牙齿 我当着你的行为总是断练 不行 我才能牙手 我的身体不会彻底动架 这一次一定会完成七颗巷子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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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下去了 你逼我可就会断练了 不行 一定要成功 燃瘦 这火焰 好熟悉的力量 这小子竟然没被动作 就知道这小子没那么容易被打败 这人无火焰让那些冰雪都没法靠近的 别以为只有你到达了第三级 我自 是打不中我的 是吗 暴裂 这是三星伙子 是伙子暴裂 这是三星伙子 三星伙子 这个莫凡竟然也是火系出击的第三级 很少能够见到学校子弟 可以与世家子弟齐鼓相当的 玉昂好像被中创了 他爬不起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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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没有想到 你这废物也修炼到了第三级 不过即便这样 也赢不了我 我 还有一位对付这小子 根本不需要适应这间楷模局 只是低估他了 慕卓云 这未免也太过了吧 一场年轻法师之间的决斗 你让羽昂穿上了一件 如此奢侈昂贵的楷模具 未免太不公平了些 有没有搞错 之前铝模具 就已经够不地道了 现在又有一件无敌的楷模具 这还比什么 莫凡刚才的反击 本可以赢的 他莫凡要是能够得到模具 我也没阻拦他穿哪 更何况 背景也是一种实力 莫凡 别比了 他身上那件楷模具 克制你的火 你耗尽了魔能也奈何不了他 再比试下去 没有任何意义 你已经展现出你的实力了 他说得没错 你是不可能赢我的 乖乖认输吧 我义父说得好 背景也是一种实力 要怪就怪你自己的父亲 是一个拉破车的 什么都给不了你 你进魔法高中的事情 爸爸搞定了 来 我有一个老同学 现在正好在魔法高中 当教导主任 我还能一说 他马上就答应了 你这次去了 可得好好学习啊 莫凡 爸爸相信你 像你这种人 根本什么都不懂 他 给了我一切 背景也是一种实力 那我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做真正的实力 这 这怎么可能 雷系 那是雷系 莫凡怎么会有雷系的力量 我的天哪 这小子有两个系 他不是没有打倒中心法师 为什么会有两个系 我靠 我说这小子怎么这么面熟啊 可不是范莫吗 我们的雷系队员 好像真的是他呀 可 可他为什么会有两个系 他竟然跟徐朝天一样 是千分之一的雷法师 你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这绝对不可能的 忘了告诉你 我雷系也是第三级 而这 才是我真正的实力 雷印 怒鸡 让你尝尝怒雷的滋味 啊 雷系具有穿透力 这就是千分之一的雷系 最霸来追处 在冰仓台甲 抵倒不住的 好 双 双系 难道是天生双系 一定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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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掌握雷系 已经天赋一柄了 这雷火双系 是得多惊天动地呀 最重要的是 莫凡竟然将这两个系 都修炼到了第三级 不得不说 这家伙简直是个魔法忧逆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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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饺 你吗 你是可以 łum 今天我才是主角